今天我们来讲一本脑洞大开的书 一个消防员在一座深山里面 被地心人带进了他们的总部驻地 在那里他就看到了地球史前文明和外星种族 甚至还有山海经中的神兽 他还与地心人交流 揭开了关于地球古老文明的未解之谜 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地心人的传话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宇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棠 你相信人类会遇到外星人吗 不仅仅是看到那么简单 甚至还有人能与外星人进行友好的沟通 那这种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主人公 名叫姬吴凡的身上 他原本是一名消防员 在一次出井救火当中不慎受了伤 于是回到他的老家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休养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他此生难忘的事件 为了使身体恢复更快 吴凡常常就在大山里散步 老一辈的人就经常嘱咐他说 不能够进入大山的深山处 传闻深山处有着伤人的野猪 还有吃人的野狼野豹 如果他还是个年幼的孩子 说不定会被这些传言吓住 但他正知壮年 再加上消防队里面做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内心由然而生就出一股勇气和好奇 等到身体好一些 就悄悄独自一人进了深山探索 刚一开始正常没有什么异样 再往里走 突然之间吴凡就听到了大山更深处 传来了类似于婴儿的哭体声 消防员的本能就让他觉得马上想去救人 可是走了几步才反应过来 这可是荒芜人烟的深山 怎么可能有婴儿的哭声呢 想到这儿他就背后渗出了冷汗 但是尽量的把脚步放轻 捏手捏脚的就往声音的来源处走去了 随着持续的深入 他就发现周围的树林逐渐就减少 全是秘密的杂草快到他的胸口了都 就在这时呢 前面出现了三颗紧挨植的巨树 这个吴凡就趴下去啊 尽量不发出动静 小心翼翼的剥开杂草 往大树后望去 眼前看到的景象呢 几乎让他呢惊叫起来 因为有一只怪兽呢 正在啃食一头野猪的尸体 而这个怪兽长得呢像雕 张开双翅呢有两米长 高约一米二 头上呢长着弯曲的双脚 除了双翅覆盖着羽毛呢 其他部位啊几乎都是鳞片 突然之间啊 怪雕大叫起来啊 那声音啊 正是他听到的类似于婴儿的哭声 而几乎凡内心呢 是又害怕又激动 如果这换了任何一个人啊 看到这种奇异的生物 肯定会吃惊的嘛 于是他就试着用手机拍照识别 简直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手机上显示古雕 又称啊转雕 是一种似鸟飞鸟的凶兽 一样子呢像雕 头上长脚 但叫声是婴儿哭体声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兽 最早呢是记录于啊山海经之中 那么在荒山野岭之中 发现了山海经中的怪物啊 这已经足够离奇了 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只见这个怪雕左边不远处啊 出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怪物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 正直的就盯着这个吴凡啊 因为第一个长得有点类人形 身体和身高都和人类差不多 不同的是呢 他皮肤是金黄色的 长着一对啊像老鼠一样的耳朵 没有绒毛 五官的形状呢和人类有点区别 但差别并不大 不同的是对方的五官啊十分的精致 像是设计师精心设计出来的 最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额头上长着第三只眼 是一只蓝色的树眼 像宝石一样 此时呢这个神秘的三眼怪人 正对着这个吴凡微笑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恶意 他的身上穿着一种贴身的服饰 上面还有流动的那些画面 和科幻电影中非常类似 这个三眼怪人身旁还站着一个 令人胆战心惊的神物 他长得和人类没有半点关系 更像是一只放大版的螳螂人 他没有人类的眼睛和表情 身材高大迁械 身后有四只怪兽 这一诡异的情况呢 就把这个吴凡吓得几乎呆住了 就在他极度恐惧的时候呢 内心传来一股意念 不是在耳边发着的声音啊 就是那种类似于心联感应的似的 有人就对他说不要怕 我们对你呢没有任何的恶意 还请你站起来 但奇怪的是听到这句话之后呢 这个吴凡的身体啊 就真的放松下来 不由自主的就站了起来 连情绪也缓和了很多 他下意识的就看向这个三眼怪人啊 有种预感呢 这个怪人不会伤害他 对方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嘛 这个三眼怪人和螳螂人啊 似乎又交流了一会儿 就在这个无凡疑惑之时呢 又有一股心灵感应传入他的内心 他们就说啊 想邀请你啊 去我们的驻地做客 告诉你一些事情 等你出来之后呢 以你的身份啊 可以告知全人类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去呢 并且还说放心啊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如果你不同意呢 也可以拒绝 我们会把你的这段记忆清楚 之后呢 我们再找其他的人 还请你立刻做出决定 听到这儿呢 一方面这个无凡啊 很惊讶 对方怎么知道他名字 后来他才知道啊 这个三眼怪人的身体 里有一台纳米微型的智能机器 通过这台机器 就可以了解到地球万物 想要查证一个人的身份 十分容易 另外一方面呢 他开始纠结要不要同意啊 因为本能的反应是不想去 因为有太多的未知的风险嘛 但是即使自己不去呢 他们还会找其他人啊 虽然说他自称不会伤害人类 可是这有谁说的准呢 最后他又一咬牙 既然他们需要一个人传话嘛 正好他遇上 那他就跟他们去一趟 没危险最好 有危险呢 就他自己来承担嘛 抱着这一种大无畏的想法呢 他又是消防员嘛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 开口问道 我能问一下你们的身份吗 我要跟你们离开多长时间呢 另外我需要先和家里打个招呼吧 而三眼怪人立刻答应啊 接着往他的内心就传出信息说 我的身份和你一样 是地球的原住民 是史前的第一批智慧文明的种族 而我的名字呢 按照你们人类的发言啊 叫做布韦罗 他示意旁边的那位螳螂人呢 说这位呢 是从太阳系之外的 波江座远道而来 在你们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呢 他们就已经拜访过这里了 而他的名字呢 叫做伊德艾斯格 至于离开多长时间呢 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 几天或者是几小时呢 都可以 那听了这话呢 这个吴凡就勉强放下心来 但还是扭捏的不敢过去 于是布韦罗就明白啊 他是对那个古雕呢 心怀恐惧嘛 于是就解释道说 放心啊 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们可以随意控制他 那解决了古雕的问题呢 吴凡就心意横啊 套着不同寻常人的胆识呢 就拨开杂草 走到了布韦罗身边 忽然他就感觉到身体 被一股无形透明的能量裹住了 缓缓的飘了起来 最开始呢 速度有点慢 然后他就越来越快啊 方向呢 是向着山顶而去 那第一次体验飞行呢 开始很害怕 但在飞行的过程中呢 就发现身体是被紧紧的束缚的 而且很固定 不会掉下来 让他感到了兴起啊 又放心 而布韦罗就说话了 他说这是万能量场效应 只要你们人类呢 再把磁场 电磁学引力 以及物理数学 电荷 相对论等原理呢 再提升一节的话 就能够发明 创造出一种万能量场 就可以按照心意变化 和控制应用了 这种万能量场呢 就控制着地球的每个角落 包括大海和地心 在古代呢 当时的古人啊 心智未开发 思想比较愚昧嘛 恰逢一些种族出门办事呢 被人们看见了 他们就把那些 要貌端正啊 正直威严的叫做神仙 而把那些样子丑陋呢 恐惧的人啊 成为妖魔鬼怪 后来人类进入到 科技文明时代呢 其他的外星种族 就拟了一份约定呢 去地表时啊 必须隐身 以免引起人类的骚动 那几十秒之后呢 他们就飞过了山顶 来到了对面的半山腰 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 吴凡就失神片刻呢 发现他们来到了 一间幽暗的山洞里 身边的束缚的能量 也就消失了 忽然山洞面前的这个 壁石就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很快呢 这个壁石消失 出现了一道 无法形容的机械金属门 散发着各种光芒 从门里面就发出一道蓝光 照在他的身上 顿时呢 一股奇异温暖的感觉啊 涌变全身 大概三四秒之后呢 蓝光消失了 这个吴凡呢 就感觉到浑身变得啊 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清爽 受伤的地方也完全恢复了 这个时候呢 机械门就出现了波动变化 像水纹一样 轻触扭曲 在不伪柔的带领下呢 吴凡就穿过了机械门 进入了新的空间里面 这里的空间引力和重力 和外面完全不同啊 四面八方啊 都是不知名的金属装置 吴凡对眼前看到的一切啊 就感到非常的兴奋 同时呢 布韦罗的友好的态度呢 也让他逐渐的放下了警惕 他就问这个布韦罗啊 如果他们是地球 第一批原住民的话 那么人类是第几批呢 布韦罗就告诉他说啊 地球从诞生到现在呢 一共经历了五次科技文明 而他们的文明啊 是第一批文明 按照人类的天文时间推算的话 大约是29亿年前了 称作三次妖文明 那后来呢 因为战争啊 文明被摧毁了 只留下了种族精英 在战舰里存活和延续 接着呢 到第二第三第四批 智慧种族科技文明啊 也都毁灭了 而每一个大文明之间的 时间的差距呢 都很长 不过第四批大文明啊 和人类相聚的时间就很近了 只有一万多年 并且这两个最聪明的 智慧种族的样貌 也很相似 而这个与人类最接近的文明呢 它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 说着说着呢 两个人来到了一台 发光的仪器面前 里面有五颜六色的光芒 浑然一体 看着呢很神秘 而乌凡不由的 就想到小时候玩的那种 游戏里面的那种传送阵嘛 可以把物体啊 传送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想到还真是如此啊 这台仪器确实是一个 时空发射器 控制时空发射器的源头呢 是万能量场和智能超级计算机负责的 进入时空发射器里面呢 乌凡就发现啊 这里面跟周围的空间差不多 没有想象中的 那个光线刺眼的场景 只感觉到身体一晃啊 眼睛啊 短暂的失聪一秒 就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对比的话 刚才的分布呢 就是一个小村庄 而现在的这个总部呢 是一座大城市了 只见周围来来回回 有不少的外星人 有大有小 有好看的 也有难看的 而每个外星人身上的服饰 还都不一样 但他们的身上都有画面流转 和布韦罗一样 这里的科技仪器更多 更高级 而且五颜六色 五花八门 都叫不出名字来 他们走到了一间 类似于办公室的地方呢 吴凡这样好奇的打量开始 而没有注意到 前面来了五个不同种族的外星人 他们的身材样貌各有不同 而布韦罗就带着他们 来到了一张桌子前面坐下 其他的五个文明的种族 一次向吴凡开始介绍自己 首先呢 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子 他说他呢 也是地球的原住民 在地球18亿年前 出现了他们的阿里亚尼文明 在1947年的春天呢 阿里亚尼族人呢 曾经在南极的基地 接见过地球上的海军上教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理查德拜尔德 当时阿里亚尼族人呢 想让他传话给人类领袖 不要使用核武器引发战争 否则呢 最后不仅会毁灭人类啊 还会污染地球 于是这个少将呢 立刻向当局汇报了这一奇遇 第二个介绍自己的是 恐怖的蜥蜴人啊 全身都是绿皮肤和鳞片 他的种族呢 属于地球第三代文明啊 是在恐龙时期 进化发展成的智慧种族 是一些非常聪明 而演化出智慧的恐龙 发展出来的文明 简称为啊 西亚哲多瓦文明 后来因为发生了战争呢 这个种族的人 就回归到地底生活 直到现在 吴凡看到这里啊 就不禁地感叹啊 人类的诞生到现在啊 才两百多万年啊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科技文明 而恐龙在地球存在了三亿年呢 确实很有可能发展出啊 文明的可能性 接下来呢 是一名英俊的男子呢 他就介绍自己呢 是来自于亚特兰蒂斯 是距离人类啊 最近的文明 当年呢 很多残留的文明遗迹呢 都在地表保留呢 被人类啊 整理编住 即使是现在呢 很多地球人呢 都愿意相信他们的存在 等到人类的精神思想 和科技发展呢 到达认可的程度的时候呢 才能相见 而第四个介绍的呢 是一个紫皮肤的外形人 头长得啊 像山羊 他来自于猎户星座的 智慧文明种族 猎户座的星域里面啊 达到初级文明的种族数量不多 而每个种族的体貌和想法都不同 因为人类的思想 至少需要提升一个境界 而抛弃自私 全域 掠夺的这种负面思想 变得光明正大了 不背后算计了 有热爱科技和探索精神了 才会考虑将人类加入其中 要求就是啊 思想正直 善良 勇敢 那么这些呢 无凡呢 都基本符合 又凑巧遇见了布韦罗 所以他才会啊 见到这一切 最后介绍自己的是一个女孩子啊 长得五六分像人类 只是背后呢 有类似于空虫的这个翅膀 在发光 头顶上有对触角 也有光芒 他就介绍自己呢 是来自于啊 卯秀星座的文明种族 他说华夏的古人 很早就发现了 卯秀星座的规律 将其归类为 二十八星宿之一 卯秀星座的星空 和猎后星座一样啊 有很多行星 存在着不同的生命 其中呢 超人类文明啊 就有六个种族 因为它的种族呢 有类似于空虫的 这种形象特征呢 因此啊 它也被西方的古人呢 叫做天鹅人 包括布韦罗在内的 这个六种啊 云无凡的这次会面啊 是想说明一点 就是人类真正的专家和智者啊 可能通过考古遗迹呢 已经发现证实了 外星和远古文明的存在 但人类的高层呢 不愿意去承认 这些文明的存在 反而呢 找各种证据啊 极力掩饰 因为人性的自私呢 他们是担心呢 外星文明呢 比自己更先进嘛 长时间的下去呢 会潜移默化的取代人类 反客为主 如果人类不重视传话 最后的结局呢 只能是自我毁灭 而无凡就保证呢 自己一定会把这些话 传递给人类 除了布韦罗呢 其他的五个种族呢 都有礼貌地与他告别 而他们五个呢 这属于有职位的种族 相当于呢 是人类的科学家 他们走后呢 吴凡就对这个布韦罗说呢 我们人类呢 对自身的来历 以及宇宙的神秘 远古的趣闻 还有你们先进的科技 都非常感兴趣 你们能帮我们人类解开 从古至今的许多未解之谜吗 而布韦罗呢 就彬彬有礼地说啊 你有什么问题 就尽管问我吧 吴凡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 宇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据布韦罗的回答呢 他说宇宙是由原始的混沌 演化而成的 是由最开始的基本初子 形成了基本粒子 再衍生出各种元素属性 扩张出去 形成了无数的大千宇宙 通过实践呢 已经得到肯定啊 用先进的技术 穿透我们的局部宇宙 去发现了其他宇宙 而每个多元宇宙呢 可以说是从分泌 成型 幼儿 成长 成年 老年 衰老 到毁灭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把宇宙比喻成一个 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 衰老期的宇宙呢 如果碰到了某种物质呢 可以重新焕发生机 不过几率呢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即便升级成功了 也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呀 自然诞生的宇宙 没有任何物质可以永垂不朽 吴凡就点点头啊 原来宇宙也有生老病死 跟生命一样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宇宙都有毁灭 现在的很多人却为了长寿 再不择手段 他就说啊 做人呢 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他继续追问呢 那不同的宇宙有等级吗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多元宇宙和人类一样 有着三六九等 只是宇宙有多少个质量等级啊 最高等级是什么呀 还没有人知道 因为宇宙空间无限大嘛 等级呢 也可以无限提升 而科技文明的发展的程度呢 越高啊 探索的等级就越深 当多元宇宙的智慧文明 科技水平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个秘密 只要是有着好奇心的智慧文明呢 都会在宇宙的其他空间里游历 不仅如此呢 还有来过地球的多元宇宙的客人 比如说啊 道教文明 佛宗文明 只是呢 以人类的科技呢 还无法感应嘛 布宇罗最后介绍的这两点啊 差点让级乌凡跳起来 因为我国流传已久的这个佛道两教的文化 竟然是来自于多元宇宙文明嘛 在他的心目中 道教是土生土长发展出来的呀 而佛教呢 从古印度传过来的呀 怎么会跟多元宇宙挂上钩呢 那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而第七人布韦罗的话呢 就让他多年的内心坚守啊 发生了改变 布韦罗似乎毫不惊讶 他的吃惊 于是就解释到说啊 多元宇宙的道教文明呢 是一种跟我们宇宙发展不一样的高级文明 他们来到我们的宇宙呢 当时只是为了探索新的空间和世界 没有掠夺 没有霸占 控制和传教的想法 他们喜欢啊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的文明精神 也愿意呢 跟银河系的很多文明交流啊 心得和科技 探索完呢 就离开了 没有被针对过 五千年前呢 道教文明离开银河系 来到新系列后座的边缘呢 偶尔就发现了地球 于是被深深的吸引啊 当时的考察地点呢 是古华夏 他们考察了一段时间离开呢 留下了一些文化和总结呢 就传给了华夏祖先 经过了长期的融合呢 逐渐就形成了本土国教 才让华夏人认为啊 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传承 布韦罗的回答呢 再一次让吴凡呢 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说呢 道教文明就是修仙 或者是修正文明吗 来的都是一群神仙吗 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什么呢 佛教的由来也能大概说说吗 地心人布韦罗就说啊 修真修仙神仙啊都不是 跟道教文明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些呢是古华夏民族啊 自我发展的独特文化 跟道教文明不沾边 首先你要知道啊 地球文明种族呢 都是碳籍生物 所有的生物都是以碳元素 为有机物质的生命 包括人类呢 也是碳和水为基础嘛 维持生命的食物呢 是碳水化合物 而从多元宇宙远道而来的道教文明呢 是流济生命 是一种可以耐高温啊 特殊的生命体 流元素呢 可以想象成二氧化硫 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气体 在流元素的环境中诞生的生命呢 生命力比我们的碳级神物啊 坚韧顽强 发展出的文明呢 跟我们的宇宙啊 与众不同 它们的信仰是探索新世界 研究新事物 道教文明来到地球之后呢 把人类的身体构造和所有的花草树木啊 都研究了一遍 离开的时候呢 见到这些远古人啊 灵智未开 过着如毛饮血的日子 非常的辛苦和危险 而且当时的生死概率极高啊 但是碍于法则呢 它们又不能干涉人类的发展 于是它们就把地球研究的总成果呢 写成了一道 传给了华夏祖先 于是就交给了华夏人类啊 生病可以用各种的草药 对症下药 治疗身体 效果出奇的好 大大的解决了 当时的华夏人的生存概率 由于道教遗流啊 不影响华夏人的发展呢 范围只是古华夏 而非全世界 经过历史的流逝呢 很多东西啊 都在改变 所以呢 古华夏人类啊 就把当年的道教文明啊 演化成了神仙神话 分支出了很多传说 形成了一种土生土长的 独特本地文化 除此之外呢 一道呢 也经过了一代代的传承啊 形成了中医 把当年的道教文明啊 选中的传播草药的 第一批远古祖先呢 尊称为炎帝神农 当年的一道文化呢 是全科理疗 覆盖了人体的整个身体 中医里的阴阳五行辅学啊 奇经八脉 十二经络 针灸点穴 天时地利 天人合一呢 诸多理论啊 这些一道文化呢 岂是远古人类能够发现的呢 别说是远古了 就是现代的医疗科技呢 对很多中医的文化手段呢 都是难以理解的 一些医疗的机械呢 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啊 中医居然可以解决 只是中医文化呢 传到了近代啊 损失了很多精华 跟以前呢 没有了很多可比性 无凡听到这里啊 津津有味 没有想到道教文明啊 神农炎帝中医 这些传说中都有来历 太不可思议了 难怪我们中医博大精神 很多大医院的高级医生呢 或者是专家治不了的病呢 能够被中医耕治 居然是从多元宇宙的 高级文明传承下来的 而布韦罗继续说到啊 佛教文化呢 是人类后来的教法 按照人类口齿的发音呢 是佛陀文明 这是另一个来自于 多元宇宙的客人 他比道教文明啊 早来地球一千年 也就是地球的六千年前呢 佛陀文明和道教文明呢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在文化的演变中呢 融为了一体 而佛陀高级文明呢 是一种碳基 流基 元素啊 三者合体的一种生命 他们探索多元宇宙 出现的第一个空间啊 就在银河系 身为高级文明的佛陀文明呢 适应宇宙的规律法则之后呢 感应到星系中心啊 有一个超级文明 于是他就被吸引过来 由于银河系的超级文明啊 历史悠久 传承无数的科技和史诗嘛 见多识广 因此呢 对其他多元宇宙来拜访的客人 也是见怪不怪 当时多元宇宙的客人 来到了银河系呢 只要不掠夺 不挑战争 非邪恶种族呢 超级文明都是来者不拒 当年的佛陀文明一开始啊 相处的还可以 但是后来呢 发现这个佛陀文明啊 特别喜欢传教 他们有一种神奇的手段啊 就类似于心灵的蛊惑 或者是科技洗脑的结合 能够把灵智或者是种族啊 蛊惑 可以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奉献 舍身忘死 并且还坚信死后可以得到极乐 而且还控制生命种族呢 为其做事 这种手段呢 在银河系的文明的历史中啊 很少出现 这件事情当时就引起了 银河系所有文明的重视和防范 最后经过了决定的要求啊 佛陀文明啊 离开银河系 从此不能够再回来 由于高级以上的文明呢 拥有超强的科技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 不会发生战争 否则整个银河系都会遭殃嘛 伤及无数有生命的行星 佛陀文明呢 并未对银河系造成影响 所以只是让其离开 也就是在地球日的六千年前了 当时佛陀文明离开的路线呢 恰好也是在太阳系的必经之路上 他们就发现了地球 当时的太阳系呢 尤其是地球啊 很热闹 很有趣 地球的生态物种齐全啊 在荒凉的星系边缘呢 还很亮眼 很容易就吸引到各个外星文明 同样当时就吸引到了佛陀文明来考察 当年的佛陀文明呢 被银河系的超级文明赶出来啊 只能悄无声息的来考察地球 他们降临的地方呢 就是中国西藏的地域了 这个高级文明一边暗中观察和研究呢 一边就影响着当时的远古人 同时把他们的文化就传给了当地人 时间一长呢 在当地就形成了一种象雄文化 传统的总部呢 就在当年的干人波起风 被当地人分为了圣地 只是随着当年啊 象雄文化的扩张呢 被地球上的其他文明发现啊 经过了几次交手之后都被打退 无奈之下呢 就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银河系的总部 总部呢 就派遣执法队赶来啊 总算就把佛陀文明的种族啊 全部都赶走了 但却把当年啊 资源丰富山河秀美的西藏 就搞成了满目创意的恶劣地带 直到现在呢 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无凡呢 只听过关于西藏的一些传说 比如布达拉宫啊 消失的古王朝等等 觉得那里啊 是个神秘的地方 现在听布韦罗讲了佛陀文明的来源 他对这片古老的区域 就产生了许多的好奇 于是他继续就追问了 那么佛陀文明离开地球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的西藏还有佛教文化 古印度和现代的印度啊 也有佛教文化 还成为了三大宗教之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佛陀高级文明离开之后呢 联盟就把佛陀留下的这个遗产 就带回去研究 让地球上的初级文明啊 掩馋 但无可奈何 不过地球上的所有的文明种族 就发现啊 佛陀文明虽然离开呢 但是在西藏的地域 曾经被统治过的信徒啊 仍然就保持着佛陀文明的思想 即便是以初级文明的科技呢 都不能够让这些信徒啊 恢复到原来的思想 如果强行的恢复呢 只能删除或者是改变记忆 那这种情况就引起了 很多初级文明的兴趣 纷纷就带走这些民众啊 去研究 有的初级文明 甚至把一个国家的 所有人都带走 希望能够研究出来点东西 而初级文明研究高级文明啊 不管是技术 理论 想法 都获益良多嘛 并没有对所有的信徒啊 赶尽杀绝 同时呢 地球的所有初级文明啊 都决定留下佛陀文明的总部 刚人波起风 可以随时呢 研究 任何的文明不得破坏 这也是西藏 刚人波起风至今啊 都蒙着神秘面纱的原因 而在西藏地域呢 地底的几十万米深处啊 隐藏着一只古老的中级文明 这个中级文明呢 叫做巴黎会文明 也是当今西藏 香巴拉的一个原型 那巴黎会文明呢 是来自于银河系的中环 在很久之前 得罪了银河系 内环的一个高级文明呢 被打压排挤到了银河系的边缘 只好就选中了地球的西藏 去到了地底的深处 就不出来 而地球上的所有初级文明 得知后呢 想攀关系 但他们都置之不理 其中有一个叫塔尔的初级文明啊 来自于太阳系之外的木夫座 见到巴黎会文明啊 不合群 就挑衅人家 甚至还想啊 窃取人家的科技 结果呢 被巴黎会文明啊 切而易举的就歼灭了 当时飞碟的残骸还散落西藏 地球上的其他初级文明啊 只敢看不敢言 万年过去了 人类找到了一些 当初塔尔文明的残骸 只是全部都石化 变成了石盘了 难以考证 是什么石器留下的东西 布韦罗就十分耐心啊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看几乎烦听得入神呢 接着就往下讲 他说来到地球的这个巴黎会种族啊 是地球唯一的中级文明啊 来到西藏隐世 闭门不出 即便出去呢 也不跟其他初级文明打交道 后来这个佛陀高级文明降临西藏呢 被银河系执法队赶走之后啊 这个巴黎会中级文明啊 立马就控制住了 大部分的象熊文明做研究 只留下了少部分啊 给了初级文明 当时的这个巴黎会啊 中级文明还把象熊文明的 很多国家和人口 也一同带入了地底 这也就是人类口中的地心世界 香巴拉的由来 此后呢 巴黎会文明啊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于是地表上的其余象熊文明呢 随着时过境迁呢 渐渐就演变成了 现在的西藏和佛教 因为巴黎会文明呢 只是研究被洗脑的 象熊文明和民众啊 想从里面找出 佛陀高级文明的一点知识 懒得去管地表的其余国家了 所以剩余的国家人口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啊 由于天灾人祸战争等各种原因呢 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变迁 后来呢 后人就逐渐忘记了 以前的象熊文明 只保留了以前的一些习俗和传说 所以逐渐就变成了 现在的西藏佛教文化 至于古印度文明啊 是当初佛陀文明离开后 有个叫做伯特萨哈的初级文明呢 对方是来自于太阳系之外的 长蛇座的某一颗行星 形象呢 像人 但是呢 长着四只飞蛾的翅膀 也被人类发现过 后来被称为天鹅人 伯特萨哈文明就带走了 象熊文明中的一个小古而离开 去他们的领地研究 就是以前的古印度地狱 伯特萨哈文明同样呢 只是研究被洗脑的信徒 让他们顺其自然的发展 后来啊 逐渐的就演变出了 印度和文化 哈拉帕文化 孔雀王朝 莫沃尔王朝等等啊 文化和国家 随后呢 古印度的文明的史诗里呢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天主国 这个国家诞生了一个 喜欢总结创新的王子 他叫释迦摩尼 他把当时以前散乱的佛文化 全部都总结创新出了 自己的独特文化 深受世人的信仰 逐渐就传播全世界 后来就被尊称为佛祖 不管是巴黎会 中级文明呢 还是伯特萨哈 初级文明 或者是其他文明 都没有从信徒身上 或者是思想中啊 找到有价值的参考知识 而佛陀文明呢 对自己的技术保密很严谨 所以所有的初级文明啊 最后一起达成默契 默许象雄文化 自然发展 暗中观察这个文化 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只是呢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初的这个佛陀文明 就演变成了 现在的佛教文化 其他没有任何的发现 除了发现呢 佛陀文明对思想的造诣颇深 那对生命的思想改变呢 属于化学元素 这点造诣呢 初级文明啊 都能够信手拈来 不过研究呢 把古印度的文化 折腾的乱七八糟 导致了后来越来越乱 这也是现在 印度地区各种传说盛行 当地人呢 有着很特殊的风情 和风俗的原因 说到这呢 吴凡啊 就觉得脑中 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这些知识 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于是呢 他就起身想活动活动 布韦罗就带着吴凡 来到了金属墙壁的一片 玻璃入口 里面是一个花花草草 鸟语花香 宛如世外桃源的地方 再往里走呢 吴凡啊 就差点惊掉下巴 里面的空间广阔 不但有山有水 还有传说中的龙 麒麟 凤凰 诗旧等传说中的物种 所有的神物啊 比书籍电影中看到的 还要凶魔 神骏 他们都相安无事地待在一起 吴凡就问道 这些都是古书中记载的生物啊 居然也会在现实中存在吗 而且这些生物啊 都是在地表生活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布韦罗就说啊 这里基本就是在地底 深处五万米 扩建 所以人类不可能发现这里 而这个空间呢 是用万能能量场的 物理技术创造的 从古至今呢 随着人类人口的数量 逐渐繁多呢 文明变得强大 严重的就威胁到了 这些生物的生存 有些古生物甚至被人类 吃的灭绝了 于是就把它们收集起来 可以研究和延续 它们的种族繁衍 经过了培养和驯服呢 它们已经完全被驯化了 万能量场的意念传递技术 可以跟野兽交流 它们也可以在这里 和平共处 而乌凡就把手放到玻璃上 那里就盘旋着一条 中国神话中的龙 贵罗走到他的身边呢 就告诉他说啊 山海经理啊 在今天找不到的那些奇珍异兽呢 有的是由于环境破坏灭绝了 有的是人类大肆的捕杀消失了 有的动植物呢 是外星文明啊 从自己的星球带过来科研的 或者是实验变异出来的 比如呢 地江也被古人称作混沌 这种生物呢 就是从外星来的 身体圆润啊 长有六亿四足 外表没有耳目口鼻等器官 地江在他的星球上 不需要进食 身体吸收周围 类似于无线电能源的东西 不需要排泄 由于每天无所事事呢 就喜欢上了艺术来打发时间 所以在山海经理呢 它是一种多才多艺的神鸟 还有其种啊 也是外星生物 来地球适应之后呢 喜欢上了瘟疫的味道 如果哪里出现瘟疫呢 它就会提前嗅到 被原古人当成了凶情 另外山海经理面 记载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呢 都是外星生物 布韦罗指了指那条龙啊 他说龙是一种智慧很高的生物啊 懂得操控远古的万能量场 借出万能量场呢 就能够飞天遁地啊 控制天气 这也是古人传说中啊 龙可以控制天气下雨的一个缘由 龙不只在中国出现过 地球的其他地方其实也出现过 还跟地球的一些大型生物杂交受孕 产下了一些变异的物种 比如说胶龙 硬龙 西方的国家中传说各种属性的巨龙 比如说有什么九头龙啊 都是龙的后裔 他说只是后来呢 极端的远古人啊 坚信吃了龙肉呢 可以脱胎换果 长命百岁 所以龙呢得收走 既然聊到了山海经呢 吴凡就索性啊 想要问个透彻 那山海经和外星人 到底有什么深切的关系呢 布韦罗就利用五帝全新影像 给他展示了几幅画面 让他能够更好地了解 远古稀缺物种 比如山海经里的欢书呢 其实是从远古欧洲 带回来的独角兽 被外星人研究之后呢 有一些活体放回了自然 被远古人看见了 还没来得及多观察呢 不久之后啊 由于水土不服就全部死亡了 后来独角兽在欧洲也被捕杀灭绝 而鹿鼠呢 是当年的非洲斑马 被带回了亚洲 这种马儿生命力很顽强 本来可以在亚洲的丛林 繁衍下去的 囚鱼呢 在远古时代被外星人 从中美和南美带回来研究了 这个生物的名字呢 从古至今传了下去 有的变异的生物 研究出来身上带有病毒啊 所以放任自然呢 就能把远古人感染出瘟疫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 大多数是放出了智能净化器啊 净化空气和环境嘛 只要空气就没有了病毒啊 远古人的身体就会好转 由于智能净化器的样子像鸟啊 古华夏人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啊 叫青羹 不过呢 也不是所有的变异的生物啊 都对古人有害 也有变异的生物啊 是对身体有益的 比如西边 长期躺在它的皮毛上睡觉呢 可以免受毒热恶气的清洗 于是无凡看着眼前的这些图像呢 那些生物是如此的鲜活 但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了 令人叹息 他突然就想到啊 山海经理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国家 和奇特的人种 那它们都是外星生物吗 难道它们也像这些生物一样 都灭绝了吗 布韦罗操作的投影业啊 顺时间呢 无凡的面前就出现了 各个长得千奇百怪的国度 山海经中呢 里面的种族有轩辕国 布韦罗告诉他啊 那是天狼星的分支种族 负责研究当时的亚洲区域 他们先派来了两个族人啊 引导人类 被华夏民族啊 尊称为福西女娲 后来呢 又让华夏后裔呢 在自己的领地啊 造了一个叫做皇帝的首领 控制着东亚远国人类的大小部落 还有很多的小国呢 白明国呢 是一群白色的外星种族啊 跟远古人类啊 很相似 孟书国呢 是人手鸟身的外星种族 来到地球之后呢 热衷于研究鸟类 严长国呢 是人身鸟头的外星种族啊 跟孟书国恰巧相反 这两种半人半鸟的外星种族呢 喜欢在次元空间里入住 也就是不同的维度空间里啊 想要找到它们呢 非常困难 丁灵国呢 貌似于人类种族啊 但是它们的下半身是像蹄子的外星人 总基地呢 在当时的远古欧洲啊 随着历史传说呢 被称为了攀神 伯提国呢 身上长羽毛的类人族呢 他们是利用万能量场呢 经常在地球啊 飞天遁地 孟双鸣呢 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外星种族 远古时候呢 喜欢研究人类基因 人类古代的记载和现代的人类新闻呢 偶尔会出现连体人的报道 其实就是当年啊 孟双国的外星人啊 研究人类残留的基因突变 而山海经里面的大人骨和小人骨啊 也存在 有的是外星种族啊 提取了远古人类的基因 研究人类的身体的极限 通过类似的试管培育出来的 最高的极限呢 有七八米 而最小的极限呢 他们说到达过三十厘米 之后的远古人类啊 就脱离了原始社会 进入了奴隶时代 而当地的人看见了巨人骨架 就误认为是神 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后来的神话传说了 吴凡当时就张大了嘴巴 一脸呆滞的就看着影像 卫罗就笑着让画面定格 他说你看啊 山海经里面的初人呢 就是你们祖先看见的智能机器 可以任意变化身体啊 负责开采地下矿 有的时候啊 远古人类成群绝对的 看见那个采矿智能机器人 他们就会感到好奇 想要捕捉回去 初人智能机器人啊 不想伤害远古人类 就会变成老虎来吓跑他们 还有啊 吴启明呢 是一种类似于植物和动物 结合的一个物种 是有的外星种族呢 把植物的基因 跟远古人类的基因啊 结合创造的生命体 优势呢 是寿命长 衰老之后呢 埋在土地里啊 吸收有机的元素呢 就可以重申多次 被你们的祖先看见呢 很羡慕 其实远古人类啊 不知道弊端 是无法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的 还有的外星种族呢 会选择聪明的远古部落人类啊 教一些奇巧艺术 这一批人类呢 就被叫做奇功名 他们还教给奇功名部落 用木工制作各种装置机械 可以方便生活 还有一些装置呢 可以轻易的捕杀猎物 被远古的帝王见过 布韦罗呢 说了很多啊 他怕无凡一下子消化不了 他说山海经中这些特殊的国家 或者是你们理解不了的部落呢 都是外星种族啊 做实验的残次品 被远古人民啊 看见了所记载下来的 说是国家呢 其实是部落聚集地而已 国外发现的纳勒狄人呢 和弗洛勒斯人呢 都是当时外星人研究变异造成的 外星文明在远古呢 只能捕捉少数的人做研究啊 大部分呢 还是在保护中过着自己的生活 于是呢 这些被改变基因的人啊 被远古人类看到 就流传了下去 由于远古人类文化落后嘛 记载不全 遗失等各种原因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流传就一直在改变 慢慢的就发展成了 现在人类啊 看不懂的天书 而山海经呢 和一些远古著作的记载呢 其实是半战半假 只是远古人啊 不理解而已 他说山海经中的 鉴木的传说啊也是真的 人类的天才 尼古拉特斯拉呢 曾经构想出啊 沃登克里佛塔嘛 幻想指的就是 建造一座超级智能的 大型巨塔呢 可以直接的吸收 恒星的能量 再通过巨塔 转化成无线电源的能源呢 供人类无限使用 这样呢 只要有太阳 人类的能源就永远不会枯竭 也可以利用这座巨塔呢 操控核聚变 而人造的闪电和其他功效呢 如果这个实验的成功啊 会普及全世界易用 那么现在地球上的天然的煤炭资源 石油资源 天然气资源 矿石资源 都会被淘汰 不但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呢 以后也不用再挖掘地球的资源 并且全人类呢 会拥有啊 廉价的核聚变能源 而无尽的能源呢 刺激其他的发明和创造 如果当初人类普及 应用了这个沃登克里佛塔的话呢 说不准啊 技术在20世纪呢 就会提升成初级文明 只是可惜啊 人类资本家的私心呢 担心特斯拉的沃登克里佛塔呢 会摧毁他们的盈利手段 所以全部联合打压 就销毁了这项发明 初级文明 虽然不能够让人类长生不老 但活个几百年近千年 还是可以的 而山海经的剑木呢 其实就是远古文明的 沃登克里佛塔的原型 而当年地球上的所有的外星文明啊 用剑木来收集太阳能 转化能量 所以山海经经书里记载的剑木周围啊 有其他的小太阳 或者是金屋呢 其实都是星际飞船在补充能量 在山海经中呢 这些珍奇异兽和传说呢 大概都出现在一座山里 那就是昆仑山了 只是大家几乎都把这本书呢 当做是神话和传说在看 至于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呢 现在还没有定论 而在此前呢 昆仑山脉呢 是很多外星种族的聚集基地了 里面有着很多大小的山峰啊 被不同的外星种族控制着 其中呢 昆仑山里面威望最高的管理者呢 其实就是资格最老的管理员的身份啊 就是西王母这个种族 其实人家不叫这个名字啊 西王母是人类祖先取的 后来也离开了地球 按照不伟柔的说法呢 昆仑山是当年诸多外星文明聚集和喜爱的地方 非常热闹 而外星文明造出了一种叫做 星球穿行器的仪器 这个仪器可以实现星际穿行 而昆仑山的布州山里面啊 就有这样的星际穿行器 昆仑山并非一座完整的山脉啊 它是由大大小小的很多山脉连接起来的 现在划定的昆仑山是在西藏 青海以及新疆的交界处嘛 这个没有错 但实际上呢 它的面积啊 比这个还要辽阔 按照当年的地理位置总结的话 放在今天呢 他说昆仑山脉啊 应该是一直延续到甘肃的齐连山 去一座横贯东西南北的辽阔山脉 布州山呢 则是在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原来昆仑山是如此的辽阔 所以这个吴凡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那远古的昆仑山如果那么大的话 为何到现今却缩减了那么多呢 还有就是传说中的布州山是成天的支柱 而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啊 不过是个大高原而已 完全够不着天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布韦罗呢 就投来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他就说 以前的昆仑山脉啊 在混战中啊 是被摧毁了很多 这就要说到之前的一场远古大战 时间呢 就回到地球的29亿年前 当年呢 布韦罗所在的文明的祖先呢 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三次妖文明啊 他们把科技发展到了 和现在人类差不多的时候呢 通过类似于射电高纤望远镜技术 就发现了火星文明啊 情况和地球差不多 同时在火星文明上也有生命呢 用它们的科技啊 在观察地球 之后呢 他们又观察了其他的行星啊 发现金星上也有啊 智慧生命和科技文明 那这三个行星的进化生命呢 到发展出文明的时间都差不多 所以当年的金星的环境 还没有现在恶劣嘛 在其他的行星上 也没有发现生命 不过在木星和土星的 一些卫星的冰层下 发现了原始生命和单细胞生命 但无法和它们沟通 在此之后呢 地球金星火星啊 三家相互发现之后 就开始用科技交流了 关系熟络之后呢 相互学习啊 取长补短 三家还一起发明了 研制出了 飞出太空的飞行器 用来会面和沟通 从此呢 三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并且开始移民和种族融合 科技程度呢 是日益提升 那三个文明本来以为 这种和平的情况 会持续很久 不曾想呢 三家科技刚刚突破到 初级文明不久之后呢 从太阳系的41光年之外啊 降临了巨蟹座的外星种族 而巨蟹座的科技文明呢 比这三家还要强出很多 是一只邪恶啊 奴性很强的种族 当他们发现这三个文明之后呢 便想要控制起来 经过沟通之后 谈判失败啊 发动了一场星际战争 巨蟹座的科技 虽然强一些呢 但由于地球和金星火星啊 同仇敌忾嘛 再加上熟悉自家的地形呢 最后总算是以惨痛的代价 将外来者消灭 并掠夺了他们一部分科技 学习之后的科技就突飞猛进嘛 所以这一代的 火星和金星的地表呢 也被轰得满目疮痍 很多种族呢 险些灭绝 外部情况啊 是两颗星球啊 偏离了公转轨道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呢 金星和火星的环境 开始变得一蹶不振 地球由于保护及时呢 但好在没有啊 变动公转轨道 经此一战呢 火星和金星 有很长时间 无法在地表居住啊 只能去地底啊 深处开辟空间生活了 还有很多种族 就来到了地球定居 用几千年呢 来恢复正常 在往后的岁月里呢 太阳系啊 陆陆续续 被别的外星生命造访 有的呢 能和平共处 有的呢 来肆意掠夺 所以这三个文明啊 经常和周围的星域 或者是外星文明啊 切磋 甚至发动啊 星际战争 那随着无数次的 行星战争过去呢 火星和金星 就彻底变成了荒废之星 地球呢 有着70%的海洋 大气层雄厚 可以缓解大部分的轰击 再加上呢 地球处于火星和金星的中间呢 它们就为地球挡下了 大部分的攻击 各种原因呢 才让地球啊 幸免于难 在这些混战中呢 昆仑山脉就被摧毁了很多啊 虽然威力呢 还没有大到天崩地裂嘛 但也把现在的青海省 和甘肃省中间的山市给摧毁了 隔断了昆仑山脉的地势 从此就变成了两个地方 战争的地方 就形成了现在的柴达木盆地啊 直到今天呢 那里的环境啊 还没有恢复过来 传说中的不周山呢 是远古人的叫法 当年的不周山比现在更辽阔 它的中心啊 是座大基地 是众多外星文明啊 星际川行的一个基地 那个地方啊 需要很多的能量 于是诸多的外星文明呢 便把大基地的中心呢 连通太阳 形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能量光柱 可以时时刻刻的 吸收恒星的能量 进行核聚变 来保持川行的能源 让远在山脚下的远古人类啊 误认以为是神山连天 那随着一代代的传说呢 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那个神话 那远古的时候呢 环境比现在更恶劣嘛 其实也是磁场比较强 对于初级文明来说呢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 掌握磁场操控 所以远古文明的种族啊 来回穿梭飞行于 昆仑山脉和不周山的时候呢 身上的纳米服饰呢 都是特制的 可以按照心意啊 操控周围的磁场飞跃 动不动就会发出 人类看到呢 他们就以为是天神 那讲到这里呢 吴凡就对那些远古神话的 过有印象都被打破了 这更让他感慨啊 文明的发展的程度的不同啊 带来的差距啊 可谓是天差地别 当别的智慧生物 已经掌握科技力量的时候呢 我们的古人类啊 还只能默默地仰望 并把他们当作神仙 那看来地球文明的发展 还是人众道远嘛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呢 布韦罗又提到了另一个 他很感兴趣的东西 埃及的金字塔 刚才说到了星际穿行嘛 这种仪器啊 和金字塔紧密相关 金字塔的建筑仪界啊 不止古埃及存在 他说世界各地都有 比如说玛雅金字塔 阿斯特克金字塔 比如卡拉金字塔 波斯尼亚金字塔 西班牙格鲁吉亚金字塔 墨西哥太阳金字塔等等啊 另外海底的深处各地啊 也都有金字塔的传说 只是人类还没有发现而已 具体呢 还要从三次要发展成 初级文明之后讲起 他说当时的太阳系的周围 很多的星座里面 都有外星文明 不晓得怎么对金字塔的 建造精神就情有独钟 后来就把其他文明都感染了 经过研究啊 确实是方便快捷 初级文明大多数喜欢探索 奇异空间 使用的量子纠缠技术呢 传递信息 有的时候进入特殊的空间 通讯效果会大打折扣 甚至失去效果 后来经过很多外星文明的 研究和试验呢 就总结了一种最实用的办法 就是配合着科技仪器呢 可以凝聚加强量子编码 纠缠的通讯感应 那这个科技的感应 需要搭建特殊的模型 就是金字塔的形状 所以在远古金字塔搭建 正常使用的时候 就汇聚着外星文明的科技力量 无坚不摧 一旦撤走了这些力量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座普通的建筑 可是即便如此 废弃的金字塔的寿命 也可以达到上万年 这其中的科技构造 非人类的建筑设计能比 那远古文明建造金字塔的时候 不管是在当时的埃及 还是在其他地方 都会被当地人分为神明 那在外星人离开之后 他们便把留下的金字塔 当作精神的信仰 人类的法老 还把它当作陵墓长眠 内心期望死后 可以去到神的国度 于是在活着的时候 就命令工匠改造修缮金字塔 才让内部就变成了人工痕迹 最后就变成了一座坟墓 金字塔最开始的功效 其实就是空间穿行器 比如可以通过亚洲的金字塔的 空间穿行到非洲 另外金字塔还有 星球通讯采集宇宙能量 收集太空射线 感应空间频率等多种功效 可以说这就是个万能通的场地 因此就颇受很多外星文明的青睐 高级的金字塔还能够实现 星球之间的穿行 而人类在地表发现的 都是废弃的金字塔 外星文明后来重建 都会在地底 陆地以及海洋里面 所以地表用转的金字塔 人类看不见 探测不到 被外星文明给屏蔽了 大部分的都是在地球的北纬30度 而那里对人类来说 充斥着神秘 各种未解之谜都多发于这一地域 布韦罗还解释到说 如果人类有了这种技术的话 汽车飞机等代步工具 就都会消失 不仅方便 还能节省很多的资源 对于月球等行星建立基地等 会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吴凡还想听下去 但是本意告诉他 他该休息了 由于两个人关系的升温 布韦罗就没有过多的客气便离开了 无凡躺下之后 脑海里就浮现出了那些远古的故事 不由的激动不已 一时间难以入眠 于是就试着用万能量场中的能量 开始一种意念的体验 不知道是受到这里环境的影响 还是布韦罗讲述他的启发 他真的居然成功了 一开始他分不清楚 是在现实还是在意念之中 后来慢慢习惯了 不仅能够感受到山峰的辽阔和大海的凉爽 还能够乘坐飞行器 飞出太空感受宇宙 而且十分逼真 那吴凡的意念 感受飞出太空的时候 他居然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 他说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微小型的黑洞 这个发现已经大大掏出了他的认知 前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说连太阳的光芒都看不到了 按照飞船上的智能操作指引 显示前面的黑洞叫做盖亚BH1 距离只有1560光年远 是颗稳定的螺旋天艇 再加上受整个银河系的引力的牵引 这个盖亚黑洞对周围很远的星球和陨石 没有任何的威胁 于是极无凡决定 靠近去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当他靠近之后 他来到了一块面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仿佛是真空的太空的边缘 借助了仪器 他就只能够模模糊糊的 看见前面很远的时空里面 有着一望无际的一个引力漩涡 其他的他什么都看不到 而操作系统就告诉他说 由于黑洞的吸扯力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现在只能通过仪器来看黑洞外围的吸扯引力流 也就是说黑洞在吞噬周围空间会变得扭曲变形的一种现象 而无凡就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他就说如果他想体验一下被黑洞吸进去的感觉 那是否会意味着他的思想就在意念中死亡呢 那他的肉体会不会有损伤呢 结果在得知他的肉体不会有损伤之后呢 于是这个无凡就决定啊 抓住这次机会玩个大的 让自己的身体呢被这个黑洞啊吸扯进去 于是他随着往里面越来越深入呢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不可反抗的巨大吸引力啊 给扯住了 仿佛多大的力气呢都拉不回来 完全失控了一样 而且呢速度越来越快 吸扯力呢也越来越大 不等他多想呢就听到了周围啊 附近一些东西解体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恐慌呢 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比之前更难受的状况 几乎无法坚持下去啊 瞬间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出现意识的时候呢 他已经发现啊 自己已经完好无缺的躺在床上醒过来了 这才使他放下心了 仔细地回想这一次黑洞的体验 让他心有余悸 不禁地就佩服啊 外星科技的发达程度 如果这项意念体验能够放到人类世界里啊 不仅能够促进人类对宇宙和科学的探索呢 或许还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思想 那么想到这儿呢 吴凡就开始联系不韦罗啊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到更多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没过几秒呢 不韦罗就过来了 而吴凡就笑着跟他说啊 你们的招待呢 我很满意 尤其是你们的科技意念体验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历史中的神话故事吧 不韦罗就告诉他说呢 在古华夏文明时期呢 有一个文明啊 就深深地影响了远古的祖先 这就是天狼性文明了 当年的天狼性文明呢 并非是现在的样子 而是一颗正常的恒星 天狼性的人呢 就在这里发展出了文明 那时候呢 还是在太阳系啊 很久远的时候了 海王星的后面呢 是一颗叫做尼比鲁的星球 这颗星球的体积很大啊 遥远寒冷 被阿努纳奇文明啊喜爱 这是来自猎户星座的一颗行星的初级文明 而阿努纳奇的种族呢 由于体型巨大 结实啊 可以适应尼比鲁行星的环境 还来地球呢 建立了基地 以进行啊 长期的科研 在地球的领地 创造了苏美尔文明 喜欢安静和寒冷的阿努纳奇文明呢 就把飞船啊 停靠在了尼比鲁行星 没有想到阿努纳奇文明和天狼星文明啊 当时还发生了冲突 那么这一次混战呢 就直接把太阳系的尼比鲁行星啊 给毁灭了 所以天狼星文明啊 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失去了科技和行星的家园 当时的地球远古人类呢 先是开始观察天狼星啊 是红色的 现在呢 是蓝白色的 而短短的几千年之内啊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就是天狼星的内部的能量 在快速消耗而造成的 天狼星文明遭到如此大劫之后呢 存活的天狼星精英啊 就乘坐飞船去了银河系内部发展 还有不少的部分呢 来到了太阳系定居 那在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上 和很多卫星里啊 都有他们的小基地 其中负责地球科研的天狼星人呢 一直用他们的基站呢 跟远古人类啊 融合做实验 结果呢 孕育出的生命啊 都是他们天狼星人的体系 就是我国的民族神话中啊 半人半蛇的那些模样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天狼星人的基因啊 比远古人类的基因 活跃很多倍 完全不用雌雄合体那么麻烦 那么大概在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呢 就在这片华夏大地里面啊 有一个女性就再次被植入了 天狼星人的基因 并孕育出了生命 生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长大之后呢 很聪明啊 灵智和聪慧呢 远远超过了一起孕育的族人 那她的母亲呢 先开始给这个小孩取名叫福 属于远古的发音 她就是啊 福西的远行 随着福的年龄长大呢 她的各项能力啊 越发的突出 发明的远古工具很多 逐渐就成为了部落的首领 而且还把他们的部落 发展团结和强大了起来 福有空的时候呢 就喜欢研究自然的规律 那天狼星人见福聪明异常呢 就开始培养她 然后又找出了一个聪明的女性蛇人陪伴 那这就是另一个传说的诗族了 叫女娲 但最开始她的名字啊 是叫西 两个蛇人呢 相互辅助啊 就对古华夏文明啊 做出了无数的开创贡献 当时呢 多元宇宙的道教高级文明啊 恰好来到地球 降临的地方呢 就是古华夏 他们也对天狼星人的研究 和人类的祖先啊 比较感兴趣 于是两家通过交流同意呢 就把福和西呢 送给了道教文明研究 从那时起呢 道教文明就深深的影响了民族文化 直到现在 其中的道教文明的五行八卦理论啊 就渗透了福的思想 现代人研究福西呢 发现它既跟史前文明有关呢 又是道家源头的初始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变迁呢 再加上当年没有文字和书面的记载 才让过去的历史啊 变得扑朔迷离 后来呢 从原始的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呢 整个华夏地区就出现了 无数个国家和部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符和西的传说呢 就一直在改变 在秦朝之后呢 被其他的史学家最后就总结归类 逐渐就形成了现在的福西女娲 以及啊始祖信仰的传说 由于福西和女娲身兼天狼星人 和地球人的基因嘛 寿命虽然没有天狼星人幽远呢 但比人类的寿命要长几十倍 所以两个半蛇人呢 都活到了五百多岁 在他们两个做部落首领的时候呢 恰巧都遭遇了地球上 最后一次的各个文明 大混战时期 当时的天狼星人呢 包括其他外星种族呢 根本就不在乎地球物种 总部就忙着调节 所有的外星种族的恩怨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顾及地球的物种 所以这场混战就波及和毁灭了地球 无数的神秘 可想而知 当时的混乱和危险 而人类的祖先 能够在当时的大灾难中 保住很多人脉呢 多亏了当时的女娲半蛇人 用她的智慧随机应变 带着远古人类呢 躲在了深山的洞穴里面 艰难度日 直到混战结束呢 才敢露面 而女娲对人类的祖先的功绩呢 可以说是比天高 比地还厚 后来呢 逐渐就变成了女娲泥土造人啊 补天的神话故事 想到以前的外星混战呢 吴凡就问道 5000多年前的外星种族大混战 规模一定很大吧 而布韦罗就说啊 是的 还好呢 总部啊 有了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啊 把当时的混战的伤害呢 降低到最小 没有发生啊 恐龙时期的那种大灭绝的灾难 即便是这样呢 还是让当时的地球啊 变为了森林涂炭 当年最后一次混战呢 在古华夏地域啊 是福西女娲力挽狂澜拯救了你们的祖先 逐渐就演变成了啊 福西女娲的传说 而古印度呢 有本传世的摩克普罗多经书 里面就有一段记载 外星人大战的神话传说 就是根据最后一次 地球上的大混战呢 相传而编著的 同样是由于时间太过漫长啊 所以传说就变得真真假假 之前说的阿努纳奇和天狼星人的文明的战争呢 使得太阳系的尼比鲁行星啊 被摧毁 受到重创的呢 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最后呢 阿努纳奇文明啊 就把地球人类的苏美尔文明带走了 当年呢 也有很多中立的外星种族 没有参战 只是静观其变 同时保护着地球上自己的基地产业 比如守护最早的古埃及文明的外星种族啊 他们的驻地呢 在太阳内部 这也是古埃及最早信仰太阳神的原因 这只文明呢 在最后一次混战中啊 尽量保持中立 被波及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到了炎帝后期呢 民族的始祖福西女娲呢 快要寿终正寝了 于是天狼新文明呢 就重新培养了一个部落首领 也就是人文始祖 皇帝 那个时候呢 道教高级文明已经离开地球啊 由于之前的道教文明始祖呢 给众多外星种族留下了印象不错 所以天狼新文明呢 便让皇帝统领的部落啊 跟炎帝部落啊联合 先开始炎帝不愿意嘛 不过呢 天狼新文明也没有动怒 只是让皇帝部落 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看到自己大势已去的炎帝呢 最后只能统一 之后两个部落融合扩张呢 这也是初祖啊 皇帝传说中啊 为什么身兼多种啊 神秘色彩的原因 而华夏部落在两个领袖的带领下呢 土地面积就一直扩张 后来逐渐就影响到了 另一个强大的部落啊 吃油部落 如果只是远古人类的普通部落呢 它早就被吞并 奈何它根本就不是啊 吃油部落呢 是一个巨蟹座文明啊 实验的基地站 而部落里面有很多变异的神秘 都不是人类 传说吃油部落呢 十分的怪异 正是因为如此呢 先开始这两个部落只是小打小闹 后来炎帝的部落加皇帝的部落呢 战情扩大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 地球迎来了所有外星种族的 最后一次大混战 后来战况呢 愈演愈烈啊 越打越乱 在炎帝皇帝联合大战吃油的过程中呢 那些传说中的精彩缤纷的 诡异荒诞的战争啊 其实是外星文明造成的混乱 由于天狼新文明扎根地球时间悠久呢 其他行星啊 也都有基地 依靠地利呢 就保住了自己的实验基地 而炎皇部落呢 才延续直进 皇帝时代呢 是最后一次啊 外星种族大混战 除了总部呢 其他的外星种族啊 都被迫参与进来 这次混战啊 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山河板块移动 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大洪水泛滥 把无数远古人类部落啊 冲散或者是毁灭 而古华夏的皇帝首领呢 曾见过年老的福西一次 福西就传授了他很多知识和经验 这才能够带领很多族人啊 跑到山势较高的地点 来躲避在那 而吴凡双眼发直啊 他就说皇帝的传说 向来都是神乎起神 大战吃游的过程中啊 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那么皇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传说中皇帝呢 是骑着神龙在百姓的欢呼中 而离开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而布韦罗就说呢 先跟你说一说皇帝本人的事情吧 皇帝是个非常聪明啊 善于发明创造团结的人 他是用心做事的远古首领 在他的时代呢 所有的远古人类呢 把外星文明当作啊 神灵崇拜 唯有皇帝的想法不同 他不但理解科技文明啊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还学习复杂深奥的科技 可以说是非常聪慧啊 另类的一个远古人类 皇帝的特殊呢 让天狼性文明非常感兴趣啊 再加上呢 打理得仅仅有条 一直开疆拓图啊 和创造奇迹 最终在皇帝的晚年里呢 天狼性文明就同意带他离开 并延长他的寿命 让年老的皇帝呢 很是激动 只是皇帝跟远古部落的人类呢 平安相处了一百多年 两方感情非常深厚 他舍不得自己的子民嘛 子民呢 更不愿意他离开 不过皇帝离开的时候呢 把冶炼青铜的技术 就传给了子孙 赛助大鼎呢 给子民留下了信念 由于之前的混战呢 把地球搞得千疮百孔嘛 所以总部就封锁了太阳系之后呢 要给地球里里外外啊 清理一下 这也是导致后世人类啊 找不到地球上远古文明 或者是外星文明啊 痕迹的原因了 只留下了一些 标志性的遗迹还存在 比如金字塔 可以激发后世的创新动力 而外星种族呢 可以暗中观察人类啊 但是不能过多的干涉 远古祖先皇帝呢 跟随天狼性文明离开之后呢 本来总部想要接手啊 这只远古不落的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 从遥远的北极星方向 降临了新的外星文明 距离我们太阳系呢 有400度光年元 吴凡当时就很疑惑啊 北极星是颗恒星 在它的周围并没有发现 过多的恒星和行星啊 那里怎么会有生命和文明呢 而布韦罗就说呢 北极星的星月 有着生命和文明 并且文明的程度还非常高 同时北极星文明 早早就注意到了太阳系 一直在观察着 在总部封锁太阳系之后呢 北极星文明出于好奇呢 就派遣了一支飞船过来探查 通过科技联通总部啊 请求拜访 总部见他们没有恶意呢 于是又是老邻居嘛 便让北极星文明过来做客 北极星文明来了之后呢 送给总部一些科技心得 作为界面礼 要求考察太阳系 于是总部呢 就只好把古华夏五主的这个部落呢 送给了北极星文明做科研 前提是手段不能够残忍 否则呢 会把他们请走 北极星文明爽快就答应了 这个时候呢 古华夏部落的首领 换成了专须 由于基因遗传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部落首领 他可以理解北极星文明 并遵从任何差遣 专须时代呢 恰逢总部封锁地球 又让所有的外星种族 离开人类视线 不能干涉人类自然发展 所以人类断绝了 以前跟外星人类神奇的生活 没有了以前的光怪陆离呢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后世呢 逐渐就演变出了专须 绝地通天 砍断剑墓 不允许人类跟神接触 共公怒处不周山 人神分开的各种传说 其实这些呢 跟专须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只是历史的见证者而已 由于他是部落的首领 才和这些传说呢 连接在了一起 之前呢 无凡还可惜啊 为什么远古的首领 断开了人类和神的联系 让后世的人类不能够修炼 原来呢 和他并无关系 顺着这个时间线呢 无凡又想到了 专须之后的几位首领 比如说 帝库 瑶 顺 鱼 之后就是下朝的开始 那这些后世的远古首领 都知道北极新文明的存在吗 布韦罗就回答他说 是的 他说 这四个远古人类的领袖 都理解外星文明 也就是当时的北极新文明的存在 只是其他愚昧的古人 还不晓得吗 当专须寿终正寝之后呢 就把地位传给了侄子 帝库 帝库不但能够担此大任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远古人 他能够理解外星文明的思想 也愿意服从北极新文明的指示 之后的另外三人 姚顺宇都是如此 他们在传位的时候 就会被上一任首领 告知有北极新文明的存在 而这些远古首领 虽然不能够跟现在的科学家一样 学习先进的科技 但是他们能够明白 天上的星星 就代表着一颗广袤无垠的星球 有的星球 有生命和强大的技术 能够来到自己的星球考察 也不会盲目的鬼神崇拜 能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 姚在位时期 经常有各种外星飞船 在西海考察人类 只要出现 就会被当地渔民看见 由于庞大的飞船有亮光 被当地人认为是神仙的宫殿 盲马这件事 当时就汇报给了姚 但他心里很明白 所以他没有在意 而北极新文明考察了地球几百年 还跟总部和其他外星文明 互相探讨学习了技术 目的达到之后 就离开了地球 就是在羽的晚年时期离开的 这件事情羽是知道的 在羽死后 他的儿子齐称王 家天下各种 由着性子做事的时候 没人管他 也没人约束他 就是因为 齐不知道外星文明的秘密 没了外星人的照顾 齐的家族人脉 寿命也就越来越短 最后就变成了 普通人的血脉和寿命 其实从专需开始 他们这一支的血脉基因 就已经开始变弱了 不过每一个远古首领 还是都超过了一百岁 到了齐的时候 基因变弱 只活了七八十岁 之后的子松血脉 逐渐就变成了正常人 这就跟远古苏美尔王表中 远古王的寿命很相似 他们也都是由几万岁 到几千岁 再到几百岁 最后都回归了正常的年龄 难道地球上 真的有那么多的巧合吗 而布韦罗接着就讲 他说后来 随着总部的约束 完善和加强的 大部分的外星文明 都离开了地球和太阳系 留下的外星文明 由于种种限制 尽量不干涉地球和自然发展 所以自华夏之后 基本都没有被外星文明干涉过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一统六国的秦始皇 当年有一只外星文明 就拜访过他 对方叫婉曲文明 是一种在海底影视的外星文明 在古书里被记载为婉曲国 而婉曲文明 好奇秦始皇的心性和才智 所以前去见他 当时的秦始皇以征服六国 婉曲文明 为了不让秦始皇 对他们滋身征服感 并没有告诉他外星文明的来历 只是开着飞船 以神秘莫测的身份拜访了他 秦始皇见到外星种族的奇能 误认为是神仙下凡 这也是他晚年 坚信长生不老 和有神仙存在的原因 后来这件事情 被后世记载在了一本 叫做十一纪的古书当中 书中就写到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有一个长得像锣一样的东西 降落在了咸阳宫里 那么这个锣不仅能飞 还能够潜入海底 也叫做伦波舟 伦波舟里出来一个身高十丈的人 这个人自称来自于婉曲国 身上穿着像是动物的皮毛 皮肤上还覆盖着很多羽毛 耳朵居然长在脖子上 另外他的眼睛特别大 脸长得像小孩一样 他自称在婉曲国一天 相当于秦朝的一万年的时间 又说 陈国在咸池 日末之所 九万里 按照当时的里数 一般三百步作为一里 一步大约是四十五厘米左右 这样算下来 这个九万多里 大概就是如今的 一点二万公里 晚屈文明告诉秦始皇 很多远古时期的知识和屈文 出于礼仪 他们送给了秦始皇一笔 剑作为礼物 上面没有任何的超能力 只是炼制的手法比较超勤 后来秦始皇让人研究这笔剑 误打误撞的 就发明出了现在才有的金属 个和记忆合金 随着时间继续流逝 到了西汉末年 天王星的一只外星种族 想要实验未来的政策 放在古代 是否可惜 于是他便来到地球 找到总部申请 申请通过之后 他们选择了没有被外星文明 暗中操控的华夏文明 这只外星种族来到了华夏地域 通过了五级物理定律来计算 五级物理定律 就是指研究分解 掌握时间规律 只要破解时间的规则 就能够根据空间的频率 来计算过去和未来的一种 时空运算 最后把当代的一些 可以运行的政策 通过量子思维传递技术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传递给当时的一个地球人 叫王莽 最后王莽就建立了他的新潮 大刀阔斧的 就把当代的政策和想法 在古代推行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证明了这个实验是不可取的 历史的文明进展 需要循序善诱的发展 将不同的时空的想法 强行转移到另一个时空人的身上 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三国时期 魏国曹瑞在位的时候 有天出门就遇到了一个 从外星基地 偷溜出来的人星实验品 这个实验品从小在基地长大 好奇外面的世界 结果被曹瑞就遇到了 曹瑞看他腋下 长有数寸的肉翅 又丑又怪 完全不同于人类 认为是妖怪 于是就把他给杀了 外星人得知没有计较 反而把视频 放给了基地里的其他实验品看 让他们知道 地表的人类 是不喜欢他们出现 乱出去 只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件事情 反倒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件骑士 就被记录在了 《有羊杂组》之中 这本书上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在唐朝年间 有两个年轻人去山里游玩 不慎迷路 不知所措就遇到了 一个白衣人 将两人引出山去 这个白衣人告诉他们 月球是七宝合成的 表面有很多的环形山 晚上发射的月光 其实是反射的太阳光 另外还有八万两千个维修工 在修理着月球 不过以当时古人的文化水平 是很难理解的 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否则古代 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 怎么能够得知月球上 是有着环形山和洼地呢 至于白衣人 布韦罗就说是 亚特兰蒂斯种族的幻化 他所说的七宝 近代人类已经证实 月球的延时99%的成分呢 是氧 硅 铭 铁 铜 铝 钛 钛 不多不少呢 刚好七种元素 那八万两千修理工呢 指的就是智能机器人的数量 在月球内部啊 时刻检测维修 并不是真正的人类 那时间呢 来到了唐朝的唐德宗真元年间 某天呢 有支外星种族飞行器啊 在空中实战演练 两个飞行器演练的磁场波动 就是扰动了高空的水蒸气 和大气等离子 造成了混乱的雷雨天气 当时没有控制住力度呢 把一个飞行器里的外星人 就甩出了外面 来到了地面上 当时就被百姓给看见 他们就认为是妖怪 唐朝末年的唐熙宗年间呢 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外星飞船内部运转失误啊 就导致被迫降落地面 当时被古人发现 研究不透认为是神木 就进贡给了当时的皇帝 那唐熙宗身边的学者和大臣呢 当时也都不认识 还有人拿下一块仪器 零件来研究 结果一气离开母体 就出现了幻象 当时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被把他收走 至于明清时期呢 也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就被一一赘述了 而如凡呢 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问道 那外星人的基地的分布 都在哪里呢 能大概说一下位置吗 布宇罗就说啊 大概在你们国家的西北戈壁 西藏新疆 喜马拉雅山 神农架 青藏高原 现在的昆仑山 以及地球北纬30度的原始森林里面 都有一些外星人的基地 不过呢 人类最好不要去冒险 那里是非常危险的 说完呢 他站起来啊 他说 总部的科技呢 可以让你体验到外星人的生活 吴凡你想试一试吗 吴凡听后啊 自然是兴致勃勃 于是他选择了前往惊喜 刚刚选择完毕呢 只见周围的空间呢 瞬间就出现了虚拟变化 不仅如此呢 就连空间的范围也无限地扩大 不久之后呢 他就停在了一片金色的世界里面 周围呢 没有路 放眼望去呢 都是金色的巨型建筑 以及各种飞行器啊 在天空里穿梭 立马他就感应到了空间周围的温度 重力以及压力 随着身体的变化呢 创造出了一种适应他身体 空间的一种质量 以便呢 让他在金星文明的世界里 畅通无阻 如果按照地球现在的重力引力 和金星相比的话 那么金星的空间状态 要比地球重两倍 于是吴凡用手碰触了一下身边的建筑 手上传来的实实在在的触感 而眼前的状况呢 让他分不清楚啊 究竟是现实还是虚拟世界 随着他逐渐的适应呢 周围的事件就变得越来越热闹 大多都是没有见过的 奇特的机械和飞行器啊 在空中运转 但诡异的是啊 周围一片安静 一点杂音都没有 走了几步呢 吴凡突然就看见金星的高空和地球啊 也不一样 金星的高空没有云彩 仿佛被一片片波涛汹涌的这个大海啊 笼罩着 他马上啊就向这个智能系统啊 发问 得到的解释呢就是啊 那并不是海 而是一种啊 全球覆盖的电浆磁场 用科技分离出电浆等离子体呢 跟金星上的磁场相结合啊 就可以将这股结合的能量 轻而易举的放到天空 呈现出啊 金色汪洋的一种状态 由于金星的地表和领空啊 气候都十分恶劣 所以金星人的诞生和发展文明啊 都是在地底深处 随着科技文明的提升呢 他们把目光放到了地表 建造出了大片的电浆磁场技术啊 用于改造金星的环境 类似于地球的臭氧层保护 于是乌凡听了大概的意思啊 想着如果人类发明了这项技术啊 就可以清理高空污染 还人们一片蓝天了吗 他一边想一边就走到了一扇 类似于金属门的面前 不等他敲门呢 门便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走进去之后呢 吴凡就看到了货真价实的金星人 和地球人类长得很类似 不同的是啊 金星人的身体高大协调 完美匀称 貌似啊都被金星设计过一样 后来通过跟布韦罗交流得知呢 无论是金星人还是其他外星种族呢 只要能够提升到初级文明啊 就可以用科技按照新意呢 给自己的身形塑形 还能够做全方面的改造 比如消除身体隐患 摄入完美比例的营养 可以让身体健康长寿 除此之外呢 吴凡还看到金星建筑大厅里啊 有冒着雾气的人影 虚拟发光的人形 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科技 这次贱文呢 就再次让他眼界开阔 不由的感叹呢 亲自体验和听闻的差别 实在是太大了 等到他意识回到了现实世界之后呢 布韦罗就告诉他说 他已经在基地里待了两天了 明天呢 就该送他离开了 于是呢 两个人就开始了最后的对话 通过这段时间的体验呢 无凡最大的感触就是科技文明的等级啊 带来的差距 人类已经掌握了电荷 电磁和反应等技术 已经算是最强的低级文明 只要再努力一步呢 就可以成为初级文明 那实现初级文明之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是环境问题 初级文明呢 就可以研制出类似于总部万能量场的能量 从而进一步做出覆盖全球的电磁引力镜技术 或者电浆磁场 只要研制出这项技术呢 就可以把地球的空气质量提高 把不良的气体呢 全部转化为有机能量 经过一段时间处理之后呢 地球的生态环节就会变得干净透彻 不仅如此呢 这种能量呢 还能使得自然灾害减少 随着今后技术的成熟呢 可以控制地球板块和磁场的分布 连人类最大的难题地震呢 都有可能解决 而这种技术所需要的能源呢 就是核聚变能源 这种能源成熟之后呢 其他的物质能源都会被淘汰 比如说石油 煤炭 天然气等 那人类只要不再挖掘浪费地球资源呢 那地球的生态呢 就会恢复更好 更均匀 重回到理想中的世外套路 其次是初级文明的医疗体系 如果人类能够达到初级文明 那么培胎从母体发育的时候 就会被扫描检查 设计和改造 一直到出生之后呢 给身体植入纳米芯片 就可以时时刻刻监视身体运转状况 破解了这种基因密码 而人类的寿命也会随之延长 只是这方面涉及到很多利益纠纷 所以想突破初级文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初级文明的人类每天做什么呢 不用上学读书提升自己吗 布韦罗回答道说 初级文明的人类一出生就植入了纳米芯片 随着年龄的长大 纳米芯片会以量子模式 把各种知识从简到繁 传入到脑神经元 逐渐就掌握了各种知识技巧 而初级文明的种子虽然不用每天工作 就能够得到生存资源 但是基本的生存福利 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获得更多的财富 或者是价值 就需要自己去创造 而初级文明之后 所有的代步工具都是智能系统 飞行器的速度也都接近了光速 想去任何地方 只要让智能系统设计好路线 分秒之间就可以来往 同时不用担心发生空中交通事故 随着科技的提升 彻底掌握了磁场 空间 时间 引力等实践理论 就可以在母星上建立 空间扭曲 虫洞跳板 这种隧道就能够让你 从一个空间跳跃到另一个空间 而待虫洞技术完善之后 还可以在太阳系建立 虫洞跳跃隧道 实现星际间的传输 经过了这两天的体验 无凡大概是了解了虚拟物质 就是用科技把无数的原子融合 按照心意融合成各种心态 在需要的时候用科技凝固 不需要的时候直接就分解 这样人类就不用设计好图纸 又挖地基 再运载各种材料才开始动工 浪费时间又环境污染 在两人交谈很久之后 无凡心知如果以后没有特殊的机缘 怕是再也不可能接触到 布韦罗这样的外星种族 而布韦罗是个心地善良的三次妖种族 他们的文明先进 学识渊博 这次为了总部的任务 招待地球人无凡 并非只是为了把他当作一个文明落后的普通人 而是诚恳大方地照顾他 话题结束之后 布韦罗就把他带到了来时候的大厅之中 吴凡就发现 这次送客的外星人比上次多了一些 经过了这三天的体验 他的眼界和想法都改变了不少 所以面对更多的外星人时 十分的平静 没有刚来时候的激动和紧张 所有的种族适宜他坐下 一个火星人就对吴凡说 只要人类虚心接受意见 用不了多久 就会迎来人类科技大提升的时代 如果人类没有重视 依旧我心我素 勾心斗角 破坏环境 那就是无药可救了 同为一个家园的人 我们有义务提醒你们 后续发展 要团结和平 才能够快速地提升科技文明 而吴凡也表示 自己一定会不负众望 向人类同胞传话 三日时间一到 他已把布韦罗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离开时他抓住布韦罗的手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 真正的始前文明 而三族一种族的人的手背 人类温度更低一些 有冰冰凉凉的感觉 对方也是不舍得看着他 最终无凡转身 朝来时的路走去 这段离奇的经历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地心人的传话和警示 也告诫我们人类 要共同把所有的经历 放在提升科技 一起向着初级文明的方向 迈进发展 那么好了 故事 虞哥也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这期内容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点赞留言 支持我们一下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